登革熱病霉文 埃及斑文出現在雲林北港鎮五個里 縣服緊急消毒街道 民眾也把花盆水桶等容器全部倒乾淨 輪胎打洞防止積水 全部沒有水 這就是這個嗎 對 請這隊來幫忙一下 當地民眾聽到登革熱病霉文 竟然已經來到家門口 有些緊張 往年登革熱疫情到了冬天就會趨緩 但這條天然防線 今年可能被打破 北回歸線以北出現了埃及斑文 要是病沒文過了冬 可能造成隔年疫情大爆發 疾管署長莊仁翔 趕緊找雲林縣長張立善商討對策 對於醫療 經濟和社會層面都會造成重大衝擊 目前北港還沒出現登革熱個案 但防疫單位超前部署 希望在過冬天的疫情大爆發 消滅 消滅並沒文 華視聚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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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吳建宏 雲林報導 哈囉 我是雷亞 想要搶而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